洛杉磯市和產院都推出了新的經濟援助計劃 以幫助陷入困境的租戶 洛杉磯市星期二發佈了緊急租戶援助計劃 為受新冠疫情以及經濟困難影響 而無家可歸的低收入租戶提供租金援助 該計劃的資金由ULA法案分配 將為居住在洛杉磯市的低收入居民 發放長達6個月的租金補貼 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在此網站上 housing.lacity.org申請 亦可以撥打電話888-379-3150申請 申請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點至下午6點 截止日期為10月2日下午6點 產院的廚房補貼券項目的候補名單 已於星期一開放 總共有12,000個名額 該計劃指面向產院居民 資金由住房和城市發展部提供 將為符合條件的申請者提供每月租金補貼 民眾可以在此網址 waitlistcheck.com slash ca1288申請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